警察準備攔下這輛轎車 警察當場掏出槍枝 轎車持續倒車打算逆向 路旁車輛突然被撞上 車不停警察手裡的緊槍扳機 也扣不停 連續急發之際轎車開始逆向 卻遭遇順向休旅車與貨車擋住去路 眼看轎車這下是被卡住去路 警員見機不可失趕緊破窗 就是他六十八年次的正姓駕駛 讓警員與民眾大費周章 攔阻結果發現酒駕情節曝光 酒測值0.7毫克 就連退休警察也加入圍捕行列 因為在五號傍晚五點多 臺中北屯知名連鎖美式賣場外 正姓駕駛酒駕 面對警方攔檢卻試圖逃逸 甚至有警槍擊發射擊 能成功將忍攔下 警方一共擊發十二槍 多虧有三位熱心市民齊力相助 酒駕駕駛為了逃逸 連環碰撞四部車輛 不僅要面對行責 少不了善後賠償責任 三零星台中綜合報導